嘿~~ 我是幽默風趣的T2S來的陽光開陽才華洋漁舞雙旋的帥氣大哥哥 還有你今天開始的精神喔 大家好啊 歡迎回到我的1.9伺服器啦 各位 那還記得在上一集的時候 我們又多蓋了一個新的秘世喔 我們現在在這個伺服器裡面有非常非常多個新家喔 所以其實我也是平常都在到處跑啊 沒有一個固定的居所 那我在剛剛回來的時候 發現這裡有那麼一點點不一樣喔 那我猜應該是阿洛已經發現了我們這個密室 所以這邊你看多了一些小蛋糕 我不知道為什麼是擺蛋糕 應該是他弄的吧 之前在看他直播的時候 就有聽說他好像已經找到這個密室了 不過我在想他是不是沒有找到我們這個岩漿塊底下的密室 因為照理來說如果他知道這裡有密室的話 就會知道這個是入口 那如果他知道這裡是入口應該就不會放蛋糕了對吧 所以他到現在應該是還沒有發現這個按鈕的 這個有夠難按的 欸等一下我發現按了之後那個蛋糕會不見欸 那個蛋糕是不是掉下去了 好沒關係我們等一下下去撿 其實我不知道他會不會變掉了物欸 好沒關係如果變掉了物我們等一下下去撿 如果沒有就算了 那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在我們這個地下室蓋完之後 我有一個地方有特別弄了一個小機關 就是這邊 這邊我好像都沒有講過對不對 那這個箱子是陷阱出物箱 有沒有注意到這個把手旁邊有一點紅紅的 這個就是陷阱出物箱的特徵 因為我也知道有很多很多很多人很喜歡通風暴行 我做了什麼東西或者是做了什麼密室 或者是我要整人 大家都會跑到對方的影片底下去留言告訴他 所以我就會想如果有人觀察入圍的話 就會發現這個是陷阱出物箱 那勢必一定會告訴給阿洛嘛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也只是為了一個整人 就是打開來之後會有一個門打開 然後裡面會有個頭顱 叫做亥洛伊 對就跟這個一樣 就一個很沒有意義的機關 過一陣子他應該會自己關起來 有沒有 那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原本這個箱子裡面應該也是有一個亥洛伊的頭顱 但是後來他把它改成這個亥洛姊姊 天啊 好啦其實我根本就不常來這個地下室 我平常真的都還是待在偏頭那邊的 那各位如果我在關注我的頻道應該就會知道 我除了這個伊甸系列以外 我還有開定一個系列叫做一格空島 這個系列我們就是在一格空島的地圖來去做生存 那我會蓋一些比較特別的大型建築 因為是一個虛空的地形嘛 所以我覺得拿來建築應該也會蠻有趣的 其實我蓋著蓋著就有點蓋出興趣來了你知道嗎 所以我是決定今天這一集呢 我想要在我們這個伊甸的伺服器裡面 也來蓋個空島 那我們就先飛上去 為什麼有的時候在這邊就是飛不上去 阿洛這邊是不是真的有問題啊 每次飛行都會有狀況欸 那既然我們要來蓋這種超大型的建築 我們就是要來去獲取一下材料 那有很多材料其實在這個伺服器裡面 都已經有人蓋出生產機了 那既然伺服器裡面都已經有生產機了 我們就不要自己來做啦對吧 這就是伺服器的好處阿 有朋友就是可以這樣玩阿 那首先我們就先來飛去比較近的這個喵哥家 我們首先第一個建材我會需要獲取到 苔藓方塊 那他這邊的話已經有做出苔藓方塊的製造機了 基本上應該是只需要在他那邊掛機一下 就可以獲得我們需要的量喔 那這個苔藓方塊我應該會做為地面 我應該會把他跟我們的草地方塊來去配合 然後做出一個比較有趣的地面 而不會說全部都是草地方塊阿 喔對阿如果各位喜歡這樣影片 還喜歡看到這個系列 別忘了可以幫我在命題下頂部讚耶 也可以留言跟我說你喜歡這樣那邊系列喔 如果各位有興趣看我玩什麼樣的模組阿 生存阿或是什麼樣的玩法 都可以在命題下留言告訴我喔 好那這邊剛剛好就是喵哥家喔 如果沒記錯的話 他的苔藓機應該是在這邊喔 那這個苔藓機呢目前是沒有把它包起來的 是沒有外觀的我是看不是很懂啦 我對紅石機關以上都是一竅不通嘛 所以我們就不講解他的原理阿 有興趣的話看看喵哥要不要教你們 反正總而言之我們就是可以在這邊掛機阿 然後獲得很多的海型方塊喔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掛這個東西 我們還有其他的東西需要獲得喔 因為我自己是希望阿這個空島阿 上面還是要有一些花花草草 看起來比較特別一點嘛 所以呢我們會需要很多的花來去做裝飾喔 那如果需要花的話 我們就要來到Alan這邊阿 還記得之前汪汪有在伺服器蓋了很多 那個花的製造機阿 欸花的製造機好像是在上面的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喔 花的製造機應該在這裡附近吧 可惡突然一時間有點找不到 沒關係我們先飛下去喔 它底下其實後來有蓋了一個 可以直接搜集所有花朵的地方喔 這邊就是有點像一個大型倉庫阿 那所有生產出來的花都會跑來這邊喔 欸那照理來說 花的生產機應該就在這個正上方阿 我還是上去看看好了 蠻好奇的喔 還是他已經把它弄了一個建築 然後把它蓋起來啦 我們來看一下 該不會是這個吧 是這些酒桶嗎 我們來開個箱子看看 這是空的 這裡有花 這裡也有花 該不會就是這些酒桶吧 原來這些酒桶就是花的生產機喔 因為我來看的時候是很久之前的 那後來有沒有把它蓋成一個好的外觀呢 我就不知道了 那看來應該就是這些酒桶了 這些酒桶裡面就是花的生產機喔 之前其實我也有來拿一些好用的花 然後來去做裝飾 結果自己也還蠻喜歡這些花花槽的裝飾 喔對我們還會需要用到一個 叫做悬夜槽喔 那這個東西我們可以到重生點商店 重生點商店的話就是往這個方向飛喔 如果沒記錯的話應該是可以獲得到小的 欸還是大的 因為我記得有一種悬夜槽 是沒有辦法額外生產出來的 它是沒辦法再生的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在伺服器裡有個商店 可以專門去獲得這些沒辦法再生的物資喔 喔天蛇家到了 我們看到那個城市塔 再過來一點應該就可以到海邊了 然後再過去就是重生點商店 事實上重生點商店 我有看到一個很酷的東西啊 在這邊 Among Earth 我後來才看到這個小人喔 好像是前底天才放的吧 之前我來的時候是沒有這個東西啦 還蠻特別的喔 那我們進到商店裡來看一下是哪個商人喔 我猜我猜應該是兼商 喔有喔有喔 這邊有海草可以換成這個小悬夜草 那大悬夜草的話我記得好像也是可以用骨粉來去灑出來的 所以這個東西應該是可以再生的喔 我原本也有想過要不要換一些寶子花 可是寶子花好像只能放在天花板上 比較麻煩喔 我們到時候再看看要怎麼弄吧 如果設計下來好用 那我們就來換一些寶子花 那就再看看吧 那有關於我們這次的空島建築啊 我要蓋在哪裡呢 我是打算要蓋在海上的喔 因為如果我們是蓋在陸地上啊 底下可能會因為上面有個大型建築物而被遮住光線 那那邊就會瘋狂生怪很可怕喔 如果我們把它蓋在海上的話就可以減少這個問題啦 所以我是打算直接把它蓋在海上喔 那我目前看了一下 很多海域啊 我們都已經有蓋上東西了 像這邊有個聖誕村 然後這邊的話有地圖會 這邊也有地圖會喔 所以這邊都已經被佔過了 然後這邊其實也是有啊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世界樹 到處的海域都已經被蓋滿了 那目前我這樣看下來 最適合的海域應該會是這一塊喔 這一塊幾乎是沒有東西 而且還蠻大一片的喔 然後其實這邊啊 還有這邊也都還蠻適合的 那我目前想應該是會把它蓋在這邊啦 因為這裡的話 應該會離其他人的家都還比較近一點點 如果我是蓋在這一塊 或者是上面這裡這一塊的話 那可能會稍微有點距離喔 就盡量能近則近嘛對不對 是說啊可能會有人觀察入圍 發現我的家怎麼好像復原了 怎麼不是廢墟了呢 因為現在此時此刻啊 在伺服器裡面有一位來賓在參觀喔 再來說我在發這部影片的時候 汪汪那邊應該已經發片了喔 到時候大家可以來去看看喔 不然來賓到了中介啊 看到那條龍是已經不見了 然後龍子被破壞掉的狀態 感覺好像也蠻奇怪的嘛對不對 然後到了某個人的家 欸怎麼會是廢墟 看起來超詭異的啦對不對 之後等這次的來賓參觀完 應該就會回復成我們廢墟的狀態了喔 我覺得我們可以借這次機會啊 來去看看我們家的最後影片啊 這應該是在這個系列裡面 看到那個家的最後一次機會了好不好 最後一次的機會 當然要來好好懷念懷念啦 畢竟那一塊也是我花了非常多時間在設計啊 來我們應該再飛過來一點點就可以看到我們的黑曜石山了嗎 欸有了有了有了 這邊就是我們的黑曜石山喔 然後再過來 有沒有看到 哇被復原的我家 最後一面 下一部影片開始應該又回到廢墟的狀態了喔 有沒有 還沒有被破壞掉的黃金屬 你還沒有被破壞掉的玉髓村 還沒有被炸掉的龍 天啊 要不是怕這個伺服器會開心壞了 不然我還真的蠻想要再來炸一次的喔 好啦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花點時間來幫這個空島蒐集一下資源啦 好啦各位我們花了一點時間掛機喔 那我們已經把我們會用到的建材都把它給搬過來了喔 那這邊有包括我們剛才掛機獲得的這個台形方塊啊 然後還有一些之前就已經挖好的方塊喔 那這個空島呢我們會先把它的基底給他蓋出來喔 我們把基底蓋出來之後再來去裝飾上面的東西 我們再看到不要蓋一些特別的建築在上面喔 所以目前這些介服盒裡面都是放這個基底會用到的建材方塊喔 那這裡呢我們有拿了泥巴 這個是深板岩碎石 這裡有凝灰岩 這裡有石頭 這裡有鞍山岩 以及黏土 然後這一箱的話是閃長岩 最後一箱是方解石喔 一共有八種的建材來去做為基底吧 我自己是希望啊這個底座是可以從黑色到白色去做一個建成喔 所以我才會選這麼多種的方塊 那這個只是基底的部分 我們頂端呢還是會鋪一層綠色的草地 這樣子的話它才會看起來像是一個空島嘛 不會說很像是一個漂浮在空中的石塊喔 所以這邊的這幾箱啊我帶了很多的草地過來喔 這些都是用絲綠之樹直接挖下來的 這樣蓋起來比較方便啦 那另外我還有準備了苔藓方塊 就是也是為了草地啊 因為如果我們只鋪草地的話呢 這樣子感覺好像有點單調嘛對不對 如果我們可以跟這個苔藓方塊交錯的放 應該效果還不錯 我原本還有想過一個比較酷的方式 就是如果我們想要藏光源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用苔藓的那一片來去擋住光源 這樣子的做法可以讓這個光源看不到 但是又實際有亮度很方便 但是我們在這個伺服器也有隱形光源了 所以我們應該是不用用到那個東西的 我們只需要讓它交錯放 然後去裝飾地板就好了 那另外這一箱呢 我有準備很多的花花草草啊 那最多的應該就是杜鵑蟲喔 這邊有一般的杜鵑蟲還有開花的杜鵑蟲 這些杜鵑蟲也是從喵客的那台機器獲得的喔 那底下的話則是從Alan家獲得的喔 這些東西就是在我們把這個底座蓋完之後 頂端的這個草地部分 我們可以拿這些花草草來去裝飾 那玄焰草的部分我還沒有去弄 原本要先弄的啦 但我覺得底座應該會花蠻多時間在蓋的 所以我們就先把這個底座給蓋完吧 那現在我們所在的位置啊 就是我們原本預定要蓋這個空島的位置喔 這個空島呢我應該會把它蓋在這裡 這裡剛剛還有一條這個可以讓我對準喔 我們只要把它的這個專心點啊 對準這個峽谷應該就沒問題了 就可以蓋在這個海域的正中間了 那因為我們這座空島應該也會把它蓋得蠻大的 所以我應該會找一下伺服器的成員 來幫忙蓋一下這座島 其實不得不說啊 這個很多建材也是從他們那邊A過來的 這個就是多人生存的時候 有朋友的時候可以用到的方法啊 單人生存做不到這件事啊 單人生存你就一個人 超孤單的啦 多人生存就是可以這樣玩啊 欸你說你沒朋友做不到是不是 那就是你的問題啊 是吧 好啦那我們就花一點時間 把我們這個空島的底座給他蓋完吧 好了 各位經過了幾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開了一次的直播 我們把這個空島的基座給他完成啦 欸看不到 啊太遠了笑死 我以為看得到欸 對齁我剛才把視野距離拉小了 好我們飛過去看好不好 來來來飛過去一點點有沒有看到 哇超級巨大的這個基座啊 然後我們飛到這個上面來喔 然後用靈魂促銷讓大家看看這個全貌啊 我們這樣飛出來一看 就能看到這個空島非常的大 那我也是盡量的把它弄得有點像一個 倒三角形的感覺啊 那因為我們這個系列啊平常就是一直在蒐集各種方塊嘛 就想到什麼就挖什麼 所以這些方塊我原本就很多喔 我就想說欸那既然我們方塊這麼多啊 就用多一點的方塊來建造這個基座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做了一個從黑色到白色的漸層喔 然後頂部的話呢 則是因為配合我們的這個草地 所以放了一些這個青苔石喔 基本上是成一個三角形的感覺啦 然後有點水滴的樣子喔 到上面的話就是一個非常平坦的地面 那到時候上面我們就可以來做一些 像是屋子啊什麼一些建築啊之類的喔 也可以做一些造景 那整座島啊它的這個面積啊 盡量讓它是比較不歸的形狀啊 那從小地圖上看呢是長這個樣子喔 因為如果太遠或者是太偏向某一種形狀的話 看起來就不自然 你就不像一個空島了嘛對不對 就感覺好像是一個人工的東西了 那這座空島呢喔 真的要感謝Alan還有喵哥 這兩位在直播的時候陪我一起蓋這個東西喔 我們三個人啊花了兩個小時的時間 才把這個東西給弄完吧 如果如果這個東西只有我一個來蓋的話 可能就要花六七個小時以降的時間喔 真的好家在我們現在是在一個多人伺服器裡面啊 有很多人可以來幫忙 上面的這些火把其實我原本也沒有打算插的 這應該是他們兩個插的喔 要不然以我的個性我就會隨便讓它升怪了 好啦那接下來就是回到我們的倉庫啊 來去拿一些建材嘗試蓋出我們的造景吧 喜歡這次影片的話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讚 拿開訂閱我出於追蹤我的動態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到我們的Facebook IG Twitter 去按個讚追個鐘 想要聊天的話也可以到我們的Discord群組一起來聊天喔 那我是Ainnegan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拜拜